阿弥陀佛 大家好 这里是联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 今天是第312集的播出 现在还是在炎热的夏天 今天是台湾时间 2018年7月20日 今天看的新闻 日本高温38 39度以上 甚至有五千多个人中暑 然后因为热死的有十个人 所以在这个炎热的夏日 大家要警防这个中暑 那节目一开始给大家带来一首 比较清凉的戈尔关岛的浪涛 出自于诗中文集写给大帝 请根本传承大家持 已经上来的同门有谁 哇看看 哇 Diamond Vivi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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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mond Shirley Lee 谢奎臣 神力军 俊雄 你们好 海水与冷卷是共同一色地 海搭在脚圆上就飞成了飞花 看那运气是一幅天然的童话 心事总是如此的飘渺 何时太冷算是真的毫无牵挂 活动日年最终时很难去惊惰 也不用去不虽乱想的 从来不知何处是真正的家 不知何处是真的毫无牵挂 不知何处是真的毫无牵挂 海水与冷卷是共同一色地 海搭在脚圆上就变成了飞花 看那运气是一幅天然的童话 心事总是如此的飘渺 大家好 跟大家介绍的这首诗 《栽字师尊文集》 写给大帝其中的一篇 《开关岛的量逃》 《空 Glo felic 》 和声赛 和声赖面 算是真的毫无牵挂 活动日年只经常成绥 muchos 也不用去不思考的 亂想了 从来不知 何处是真正的家 是歌也是声音 不只是忠荣 不只是忠荣 海水与蓝天 是共同一色的 爱搭在脚印上 就变成了废话 看那运气是 一幅天然的图画 心事总是 如此的飘渺 大家好 这是联社佛国文集 网络直播读书会 今天是第312期的播出 现在为大家介绍的这首歌 是《关岛的浪涛》 我们再听一次同时 做网络的直播分享哦 现在夏天满热的 给大家一首比较清凉的歌曲 《关岛的浪涛》 《关岛的浪涛》 海水与蓝天 是共同一色的 《关岛的浪涛》 海搭在脚印上 就变成了废话 看那运气是 一幅天然的图画 心事总是 如此的飘渺 何实在的 算是真的毫无牵挂 活动日月 这种事很难须紧抓 也不用去 无私乱象呢 从来不知 何处是真正的家 是歌也是声音 无知是种荣 无知是种花 海水与蓝天 是共同一色地 海大在脚印上 就变成了梅花 看那运气是 一幅天然的图画 行事总是如此的飘渺 这首歌是关岛的烂炮 为炎炎的夏日 带来了很清凉的气息 很是才能 算是真的恨无牵挂 我懂日月 这种事很难去尽抓 也不用去 无私乱象呢 从来不知 何处是真正的家 是歌也是声音 不知是种荣 不知是种花 海水与蓝天 是共同一色地 海大在脚印上 就变成了废话 看那运气是 一幅天然的图画 行事总是 如此的飘渺 大家好 这是联盛佛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 今天是第312集的播出 很感谢大家在这里 与我们跟师尊佛佛塞 一起空中相会 我们先把音乐关掉 好 先看现场 哪些同学已经上来了 哇 SKBOY 胡晓丽 Diamond Low WS 丽配画 丹丹丢 丽灰冠 Sokin Tan 罗丽华 Johol Sing Sherry Ling 轻松的歌曲 唱得很有舒畅的心情 谢谢你的鼓励 Jong Foky 还有陈正峰 张登云 Edith Dan 丹丹丢 水莲 水莲 也是问候大家的 Yinning Jan 君官丹 Seddy Go 还有Leo Sing Go 黄传玉 陈乔峰 陈寧珍 很喜欢这个歌 Edith Dan 许会议 Jennifer Way Gary Lotus 还有Jenny Lee 还有张妙柔 水莲 花太郎 陈立军 俊雄 还有 吳瓦达都上来了 Ko Lili 文青 CK Ong 陈芬芬 李佩 华 吳秀吉 喜欢这个歌 Jiu Xiong Wei 李金淑 好 那就是 目前已经上来同门 大家都上来得很快 我们先来跟大家报告 上一集同门的留言了 三集也是讲到 师尊 在小学的时候 也没有犯任何过错 就被老师 因为那个公民老师姓真的 他说如果你们谁不专心上我的课 我就给你 刚好看到师尊瘦瘦小小的在角落上 一下子就把师尊塞了一巴掌 哇 师尊的手脸上就马上有老师的大手印 后来那个老师呢 梦到自己被雷公打 然后呢 雷公讲说 这个小孩子不能打 他是神 神的儿子 神之子 上次介绍 昨天介绍这个故事很感人 对不对 Edith Stun说 以前被老师打的时候回家也是不敢说 现在的孩子不一样了 如果被打会跟我说理由 孩子说 父母老师不应该不懂教只会打骂 老师大人应该告诉小孩错在哪里慢慢教 所以黄金的句子这本书也透露出 以前在这个旧台湾社会 农业社会一种比较封建的思想 还有那时候教育的制度 比较是那种倾向于打骂的教育 梅妮说其实大人也需要沟通 昨天晚上老爸跟老妈因为误会 引起争执 然后你就让你的爸爸看了是真的文集 而产生了一种开通 有时候在公共场所看到家长就直接打骂孩子 认为这个教育是不好的 应该把小孩子拉到角落去慢慢去教导他的 前几天我看到一则新闻 说小朋友做做事被外婆看到了 然后我妈妈出于管教 叫他孩子歇悔过书 结果小孩子竟然跳楼自杀 小孩子的自尊心很强 所以太松也不行 太紧也不行 要慢慢深入去了解 甘封立说 RIP看到这新闻很难过 为人父母很艰难的 要教导 所以那个小孩子不是只有生下来 生下来已经很难了 教更难 而且是要教他一辈子的 所以师尊要教我们这些弟子也很困难 都是完全要靠大家的领悟 幸亏我们有这个读书会 大家彼此学习在一起 俊雄说 师尊说 高王级里面有很多佛菩萨的名号 我们以前念短的 那这个又念长的 是这个在登记的时候 登记长的还是短的 其实照师尊讲的是 念高王经 念要奉请二佛巴菩萨 最后也要做回向 是至少第一次 你也要这个第一次最后一次 你都要做这样子 奉请会比较好 Lisa Lin 感恩婚姻上师开启 师佛文集教育孩童的开启 启发各方面的这个正确途径 这个就是完全是师尊的功德 师尊以身来做示范的 恩勋立说 自从做了回向功课以来 每次的梦都是吉祥的 很棒 我的梦也是不错 所以这个我看是大家越梦越吉祥 陈林真说 师尊的人格 高尚小时候就如此神威令人尽忠 而且在贫寒的家庭出生的孩子 如果有好的教育 在人生旅程上会有一番的作为 乙欣说很感谢你的好朋友 赎良 帮你做一件好事去帮忙弱势的家庭 江梁说被处罚的时候 后来会抢先说师尊说不可以打小孩 这个打那个肉肉多一点没关系 不要严重受伤就好 王子冰说 以前被老师打父母还要很感谢老师 有用心教他们的小孩 对 所以这个盐师 盐父是不是出孝子 那盐师出高徒 这个盐真的要掌握得很好 看看还有哪些同盟上来了 Yomelike Carol Yguan 还有这个Li Stingo 对不对 你的功课听上来了 谢谢 刚完经十遍 百世民座的七遍 上世新座六百遍 正佛经一遍 Li Sa Lin 你好 Cho Hong Sing 莲花玉凤 师尊短座六千遍 回向台湾PM2.5 空无推散 收金蛋 上世新座三千两百遍短座 百世民座长座两百遍 长座 也是回向甘令 李徽冠 丹米固 还有俊雄 你是上世新座一万多 正佛经四十四 刚完经两百 百世民座长座一千一百二十遍 哇 很多遍了 好 谢谢你 William Lee Huizing 上世好 大家好 很高兴又在直播 读书会见面 互相鼓励加油 感恩师尊师母 上世 朱利亚学说 哇 听着轻松的歌 心情也跟着放松了 东梅你好 梅莲你好 上来了 王国会讲说 年签 上世新座短座一万两千遍 刚完经五十遍 然后还有这个 许慧玉 Lisa Jane 陈寗珍说 关倒了让她好美的意境 我们的歌声优雅 随心自然 谢谢 还有Alice Tan 歌曲好听 不用去胡思乱想 何处才是真正的家 不去乱想的时候 就是清静 清静的时候 就是真正空性的家 清玉你好 还有 秋莉亚学是问候大家的 Lisa Jane 文青 哇 李辉冠 上世日有所思 亦有所闷是正常 愿上世一夜好梦 愿大家都好好梦 你知道我梦到什么吗 我梦到我冲上天 去找日光 找光明 要融入在光明里面 而且又在梦里面醒来 再找光 要融入在光 连梦里面都有 Grace Lee 全佛经五部 丹丹丢 高王经二十遍 金母心咒三千多遍 四川心咒三千多遍 回向 空无推散 秋莉亚学是 艾然明晚咒两千五百遍 CK Lee 以星亮亮 罗立华 Lek 还有 Lisa Jane 虚空葬心咒五川珠 廖金禅师姐 我觉得说 世尊有讲 在梦里面要能够自主 梦里面要能够修法 梦里面要能够成佛 所以在睡梦里面要做这三个祈祷 所以让我们进步最快的 我是觉得大家一起回向 不是只有回向自己 回向我们最尊贵的根本上师 未功来回向 那就是那种无我跟无私 也许这样子的那种心更宽广 让我们进步更快 这当中呢 也很感谢世尊的这样大加持 你说对吗 陈林真说 世尊心咒短咒一万六千遍 百字明咒长咒五十遍 回向片二点五 空气推散于尹真佛 林美贵 廖金城 范子健 这个冰城的同门你好 今天台湾的空气绿色 因为大家的回向 然后呢有一个台风 叫做安比台风 从这个大转弯 从台湾的这个大概是 这个东南到东北 那个外围环流少过去 所以明天台湾天气会比较凉 下雨会比较清凉 然后又有一个热带的低气 又要形成了 反正台湾呢 最好就是台风不要进来 外围的环流清凉一下 下下雨啊 水库不要干枯 那大家最期待的就是 师尊十一月 师母十一月回到台湾 长达半年的空气清新 希望能够一直在大家的加持之下 一直保持 让我们师尊师母很高兴 健康的回到台湾 那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黄金的句子 师尊读书的经历 还记得你小学念什么 学校 国中 高中 大学念了哪些学校呢 我小学是在台北 念了大龙国小 幼稚圆我就忘记了 初中呢 在北头 念了这个 新明国中 高中呢 考上了淡水高中 然后转学到基隆宇中 大学呢 念了东吴 那个外文系 不是夜间大学的 那时候的成绩 有考上国立中心大学 不过因为没有填那个志愿 所以呢 只有填台北的志愿 就到了东吴 然后呢 大学毕业之后 在外面这个社会上上班的几年 后来又加重又开公司 然后后来也到了美国 弟弟正好在留学 然后就找个机缘 就跑去西雅图出家 大概的故事是这样 你们还记得你们以前 读书求学的记忆吗 我觉得黄金的句子这本书 让我们回忆起小学求学的那一段记忆 那老师 跟老师相处的怎么样 跟同学又度过了什么时光 那我们 当年小小的卢诗泽恩 他的求学又是怎么样呢 在这本书读书的经历 原来诗泽在小学 在初中 在高中都在高雄念书了 小学是念大同国小 然后呢初中 刚开始是念高四二中 后来又留级了两次 那转为高四三中 然后呢他在留级的学校呢 却是高四三中是一个职业训练班 然后呢大家都留级 然后是反而是大家留级里面 成绩最好的 那既然成绩最好之后 就产生了好像信心一样 后来呢高中毕业 初中是念高四三中 然后呢在初中的职业训练 班大家都是留级的 反而功课最好 后来就转到呢高中高市高工 助工科 反正呢后来就是这个全班第一名 后来再到台中 大学的时候念了测量学校 因为念军校是免费的 师尊曾经是拒绝联考的小子 因为考上了也没有前读书 只好去念军校 所以呢我这个师尊在前面一段 写到他从小学初中高中的 到大学的这些经历 你们有没有想想看 一个初中留级 两次的孩子 居然在高中又能够拿到第一名 而且老师的评语 竟然是品学兼优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逆转呢 而且呢师尊在高市高工 表现得非常的好 取得嘉兴水泥公司 贫寒奖学金拿了六次 所以呢你在看这个孩子 他在成长的过程 我觉得应该是看他的本身的心性 他是不是那种很恶劣的很劣根性的 是不是他的本性是非常的善良 只是呢一时的环境 造成他在成长的过程中 产生了叛逆的行为 可是呢他有的人是有的孩子 他是过动儿 有的孩子呢是比较自闭 那有的孩子呢他是比较晚开窍 但是呢等他开窍了之后 却是成绩第一名 就是像我们师尊 我认识一个亲戚的小孩子 他小学的时候还是过动儿 可是呢后来他长大了反而非常的稳重 非常的稳定 所以呢这个人生起起伏伏 这个变化真的很大 你小小学或者小时候的那种性向 能够决定他大人长大的时候就给他判决说他长大就是这样子吗 小学小的时候表现得不好难道长大了就会一直表现得不好吗 现在的教育是不这样子看的 是用一种比较关怀了解 他在成长的过程中他经历了什么 最主要我觉得小孩子不管他的成绩功课好不好 我觉得先培养他内心的道德 培养一颗善良的心 真善美的心 助人的心 不要嫉妒骄傲的心 不要挫折忧伤的心 那种正确的心态是最好的 稳定给他成长 家人给他鼓励 等到他有一天开窍了 说不定会缔造出你无法想象的奇迹 你说对吗 就像我们的师尊 对不对 所以他讲到说我读大学的时候是读军校测量 大地测量系 因为那时候的费用全免 对不对 那后来测量学校和并成中正理工学院 后来改成国防大学 师尊在测量学校是第32期毕业 在中正理工学院算是第28期毕业 那师尊在军校大学部毕业 服务测量阶级制图长达十年 然后呢 师尊退役是在这个当军人退役 是在三十几岁 三十四岁的时候少校退役 后来他就问世了 干脆就问世了 所以他当军人 我觉得这个在军校的这个生涯 你看长达十年 过着非常规律的生活 而且这个一板一眼一丝不勾 也造就了师尊到现在为止 每一天固定修法 固定写作 每个礼拜也会讲经说法 然后呢 就是他的那种军校的 那种很规律的生活 长达十年 会影响他的一生 而且给我们做最好的示范 所以那个人若安逸的话 他会来散 可是我们的师尊 他却非常的严谨 你有没有觉得 这个是一般人很难做得到的 那师尊讲说读书时期 那老师给他作文的题目 我的志愿 如果呢 你再拿到这个作文题目 我的志愿 我的志愿 你们的志愿是什么 师尊小小如师尊 他的志愿居然是当老师 对 他不当当老师 他现在是当师尊 为什么他的志愿是当老师呢 等一下跟大家讲 我们先看现在 现场哪些同学人 又留言了 Seddy Go Majinima 郑明达 还有这个 尹青真的要考上国防大学 很不容易 师尊真的很厉害哦 Seddy Go Majinima很认同 Catty Branagh 以及说很多过动儿 小时候 弯皮很好动 到了长大 变得不一样 懂得思考 对 所以呢 小孩子他 在成长的过程中 师尊有看人的脸像 这个 这个是少年 幼年的时期 这个是中年时期 这个是晚年时期 然后可以看到说他三个时期的成长的 有时候他小时候是会比较有业障现前 那业障现前的时候 父母要用修法还有耐心的教育陪小孩子走过成长很困难的阶段 也是有的 所以 我觉得师尊那一路走来真的是给 因为家里的人那个时候 因为误解了师尊 那个七个月才出生的小孩子 然后被这个一个算命师误解说 这个孩子不是这个亲生的 所以让他在成长的过程中 过着非常痛苦的被排斥的 那种成长过程 师尊没有当流氓 没有走歪路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佛菩萨保佑了 然后一个人能够 对不对 没有变坏 真的是很不容易 所以一路走来 师尊现在是七十多岁 写了这个黄金的句子 一路走来真的非常的心酸 我相信他在成长的过程 每一天都是在煎熬一样 四家行义台 师尊信咒三千遍 正过经两遍 百字明咒长咒两百遍 回家台湾P2.5 空污退散 回家孙师母 身体安康 然后也回向大家 谢谢你 零发来 是你回向正过经五十遍 谢谢你 你的回向跟大家一样 万百八世上师行咒一万遍 尊信长咒三百五十遍 谢谢你 万百八世兄 他道过来念是八百万 其实他已经念了八百万遍 上师行咒 我们鼓励他继续加油 刘春梅 林发来 李云佳 就是莲花素秋 中国经一遍 刚忘经一遍 百字明咒长咒三遍 回向 还有这个 李妹清也是四家行一坛 莲花童子心咒五百四十遍长咒 大悲咒七遍 回向 微理回定 借直播读书会 问候李师杰 大家可以问候亲戚 好友亲戚 有没有来 四家行一坛 天下经一步 金母咒六千遍 大白散盖 十轮金刚 怎么 金母咒六千遍 然后又大白散盖 大白散盖 有在家内大白散盖咒吗 后面没写几遍 等下再补上去 十轮金刚咒六百遍 回向 依赖六千遍 也请你骂 问候大家 阿里斯杰 李佩华 对于说 不会来台风 我看是大家回向的 功德无量 文旦 范子贱 好 还有这个谁 哇 阿里斯杰 对啊 他那个 我们万百八师兄 他是已经念了八百万 好 刘春梅 开王金二十八 正过经五遍 师尊相应法一谈 回向 刘阿童子相应法一谈 回向 还有也求 加持母亲蔡良妹 就是七岁 妈妈很长寿 身体健康 Jenry Mark Christine Go Binnawati Salim 你是来自印尼的吗 李辉官 雪海无涯 唯情是岸 师尊家被勤读 终于到岸 完全大学的学位 皆是全球五百万多 弟子的圣尊 受弟子们的敬仰 真的 他一路走来真的是很辛苦的 你想想看 你如果你在成长的过程中 没有得到家人的支持 反而被家人周围的那种很严格的考验 那你在这种环境之下 还能够自立自强吗 真的不容易 罗力还容师尊的存在 是宇宙已经安排好了 City Go 还有正明达 还有Angeline 上世纪咒五千遍回向 李金鼠奖李茂利 年华同志咒六千遍 高万经五遍 正文经三遍 百字明咒长咒七遍 好 那接下来跟大家介绍 他说师尊为什么小时候的志愿 是要当老师呢 他说他在早期 早年 他有强烈当老师的那种志向 那种志愿 因为学生时代 他看到最伟大的人物就是老师 对不对 百年树人 要这个培养新的人才一定要有好的老师 那师尊呢 在求学的时代 他真的在从老师身上学习到很多的 那看到最伟大的人物就是老师 所以他在意念上 他就是想说将来呢 这个成长大了一定要当老师 这个意志力跟勇气 他是不能够软弱的 而且呢他强壮 要强壮起来 师尊呢不断的告诉自己要健康强壮 真正的强壮是心灵的强壮 除了我们外表身体的健康之外 心灵更加的强壮 所以最大的敌人 人家都讲最大的敌人是谁 还是自己 因为是自己的心灵先软弱了 就算自己呢用各种方法去掩盖 也没办法掩盖心灵里面的脆弱 所以呢我们心灵里面一定要有 像师尊这样子的哲思 让自己慢慢要坚强 要坚强要奋斗起来 所以呢 师尊也给自己一个期望 将来他如果当老师的时候 他也不要堕入欲望的丛林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 有的老师他还是会看人家的背景 看人家的地位 看人家的身份来教育 那他希望教孩子 教所有的孩子都有教无类 像释迦摩尼佛 他在印度呢 他是希达多太子 太子出家 在印度的时候呢 他是分四个阶级 有普罗门教的阶级 有王族的阶级 对不对 有拼命的阶级 有奴隶的阶级 可是呢 释迦摩尼佛 他收了弟子 竟然不分阶级 连奴隶都可以出家当比丘 所以呢 有一个奴隶 当了比丘之后 后面几个王子出家 那王子呢 反而要叫这个奴隶的比丘 叫他大师兄 这个时候那些王子 就面对心灵的挣扎 那释迦摩尼佛 反而要告诉他们 你们呢 要抛下自尊 抛下自我 才能够真正的去 用无我的心去学习 后来那些王子 纷纷照师父的心灵 讲德去做 抛下了自尊 抛下了自我 后来很多都挣得了阿罗汉 所以呢 这个老师在教育学生 真的很重要 一个好的老师 能够懂得让这个学生 知道自己执着的地方在哪里 哪个地方跃不过去 要如何超越 不会受这个学生后面背景的影响 这学生后面背景很大 老爸很有钱 老师就很怕 这学生背景很穷 老师就欺负他 对不对 师尊呢 所以他在这个文章上想讲 写道 这个老师也不能受欲望的控制 不能堕入欲望的丛临 不然的话这个就不像是老师了 老师要做更好的示范 师尊写道说 我要有实质的修行 才能够驯服我的学生 我要对友情的众生起慈悲的心 我要开花结果 我要寻找我的咕噜 向他学习 最后我也成为了咕噜 寻找我的上师 我要变成真正有力量的上师 我要用禅定 看见我心中的光明 点一盏心灯 让心灯传承下去 你看小小的卢师尊 他有很大的志向 他对未来的期盼 竟然是这么的伟大 他不但是当了老师 而且竟然是五百万弟子的老师 是天上天下 所有法界天人师如来至尊 所以当老师真的不容易 讲了这么多千言万语 都无法去描述我们 对哥们上师的赞叹 你说对不对 所以我们大家忠心的回向 希望PN2.5空无退散 我们希望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师尊师母 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请佛注释 请转法轮 我看看还有谁呢 李金鼠讲 陈幽灵 联花头子短咒 2200遍 政法经十遍 更王经45遍 百字明咒 常咒 21遍 LBNG 小小师尊很强 像佛菩萨一样的 哇 上师新咒短咒 12000遍 也是回向 Majinimato 对 丹地带 红瑶云 Christin Gold 年华顺夜 迟了21914遍 十人短咒 新咒短咒 政法经 20遍 42遍 常咒 尊圣陀女 一步佛说 天地巴扬 神咒经回向 哇 八九帝王学 正慧方师姐 你好 美清 Binawati 你是 士的上师 你是来自印尼 但是你在新加坡 其实那个名字 好像是印尼的名字 对不对 Janet Anchelin 由美赖 补上来 原来大白散盖 咒是六百遍 Anchelin 是上师新咒 五千遍回向 李金淑 李茂利 年华童子咒六千 高王经五遍 政法经三遍 白自民咒常咒七遍 瓜九六 好 那就是这个第一篇 跟大家介绍的我们师尊 求学的过程是什么样 那下一篇呢 小小的卢师尊 他还有什么奇妙的经历呢 他在求学的过程中有什么奇迹呢 以前讲师尊当老师也是相当辛苦 以后还是别当老师比较好 那你要是在当什么 就了是奇运生师母健康 对不对 请我注释大传反论 下一篇呢 讲到奇妙的首 在第七十页 我不知道在你们求学的那个时代 在学校有没有养过蝉 蝉宝宝 蝉是白色的 对不对 可乐果蝉豆酥 台湾有没有可乐果蝉豆酥 蝉就养蝉 那中国是有养蝉取丝的 那是白白的猫猫虫 我们看猫猫虫很可怕 可是看那个蝉宝宝很可爱的 你们有没有养过蝉 我们小学的时候有 那那个大家会拿一个盒子 然后那个蝉长大了 变成蝉然后下蛋 蛋把它破除 蛋敷出来就是小小的 黑黑的一小只小只的蝉 然后呢 我们会准备桑树的桑叶 桑胜的 能够长出桑胜的植物 就是桑叶 那那个桑叶你要养蝉的话呢 桑叶一定要擦干净 不要有水分 因为那个蝉宝宝吃了有水分的 蝉宝宝他是怕水的 他会拉肚子 然后就给他讲 本来那是一小点的 然后越养越粗 像这个大概像小母子那么粗的 后来他就这个吐丝结成涌 涌破了之后变成鹅 鹅的话呢在结婚 结婚了之后他就下蛋 这个就是他们一生的历程 我们读小学的时候呢 学校附近的杂货店都有在卖 然后我们会带到这个学校 跟同学讲说 我有养蝉 有养蝉宝宝 现在呢 小孩子有养蝉吗 应该没有 但是养什么 养手机 对不对 我这个游戏好不好玩 哇 我这个是那个僵尸游戏 我这个是什么游戏 对不对 现在的小孩子是玩游戏的 可是在我们那个时代呢 不但有养蝉 还有养那个 有一次我老爸带我们去那个 好像外双西的书上 有红色的蝉 夏天那个蝉 叽叽叽叽叽 还在叫的 夏天的蝉 对不对 那那个 那个老爸抓了一些 然后 我们带到学校的去卖 卖个通学 前的 以前是这样 不過今天講到那個既既既既既的那個 萬百八說 有黃色跟白色的兩色的勇 今天看到一個笑話 什麼笑話 他說那個 字數不同 含意不同 如果你是在 NINE 的社群 蕙君天空的社群 你會看到說有這個 好像鑑�로天空新聞台 有這個笑話 在 NINE 的社群 不過很多人沒聽過這笑話 也是唸給大家聽 这个有时候那个字 一个字跟两个字 同样的一个字 它是一个 两个三个或者一大串 意思不一样 比如说哈哈笑的哈 哈是愉快 哈哈是开心 哈哈是爽快 哈哈是启笑 那你说 嗯 嗯怎么样 嗯好吧 嗯是卖萌 就很可爱的样子 嗯嗯嗯 那个是胸部很闷 嗯嗯嗯嗯嗯嗯 那就是那天你便秘了 嘿嘿 那个嘿嘿 嘿那是嘿 是打招呼 那那个嘿嘿 那个是尖笑 然后嘿嘿嘿 这个是做事情 做坏事得逞了 然后再一个嘿嘿嘿嘿 那个是好色的阿伯 嘿嘿嘿嘿嘿 那还有一个呜 对不对 呜呜 是撒娇 呜呜 是难过 那这个呜呜呜 是靠腰 嘿嘿嘿 他写的啦 那呜呜呜呜呜呜呜 这个是有阿飘 这个是笑话 很好笑跟大家分享的 水莲 乔峰 Edistan 没养过有看过 对不对 雨昕讲到什么 有很可爱的蚕宝宝 哦不是这个蚕哦 是那个 谁写给大家看哦 是那个 养蚕 吃商业的那个蚕 不是那个 这个蚕呢 从字旁这个单 这个是在树上的 那个是蚕宝宝哦 哎 那个那个发音好像一样 其实不一样的哦 不一样的物种 那也讲说 有超可爱的蚕宝宝 后来真的因为商业变的 很少就没有再养了 不过呢 蚕宝宝 养到生一窝的小小蚕宝宝又长 他不是该怎么办哦 给乡下人有做蚕之辈的继续哦 是那个蚕 那里树上的那个蚕哦 是 他小小的肥肥的 一生下来就在这个泥土 经过了好像七年八年还是九年 很多年 然后呢 等到他爬到树上 把壳退了 他有翅膀 那就是那个蚕 然后叫 一只蚕哦 他可以叫到整个 整个社区都听得到他的声音 很响的哦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蚕 米娟证 冰证 军官丹 很好笑 对不对 哇 亚琪师姐来了 水莲 乔峰 亚琪师姐 謝謝你 給我們加油 我們現在正在做大家讀書會同門 回向PM2.5 空氣污染退散 迎征佛 希望師父師母11月回到臺灣 臺灣空氣很好 不要咳嗽 目前我看我們上師星咒 已經念了有300多萬遍了 那高王金 高王金念了幾千萬遍 不是幾千萬 幾千遍還是幾萬 一萬遍 其他的金奏念了很多 高達多達六十幾種 在今天的貼文都貼出來 歡迎大家繼續參加 好 那麼師尊在學生時代 有一段時間大家在流行養殘 那剛剛已經介紹過了 有小的養到大 而且他會吐絲 會結有 對 莉莎林寫的這個餐才對 不是樹上的餐 好 那這個餐呢 就是師尊講 接生像花生米大的餐檢 對啊 那個餐檢是差不多小小的一顆 然後呢 幾乎每個同學都在養這個餐 最大的餐 有小拇指大的 最小的餐有像螞蟻的那個大 西亞奇師姐說 可以針對台中嗎 你去看今天台中的那個空氣指標指數 全部都是綠色的 綠油油的 很棒啊 空氣不錯 那我們大家的迴向 有的是綠色的 有的是黃色的 覺得都還不錯 只有一天 我最近看到只有一天是橘色 不過很快又變成綠色黃色的 這是師尊的加持 大家的功德 阿里斯丹 還有許一謀 好 那就是講到說那個餐 那餐檢裡面是永 那永 聽說永會變成蝴蝶 但從來沒有看過 其實是永是變成蛾 那白色的蛾一樣 那師尊也會養蟾 用小的紙盒裝起來 跟我們小時候一樣 只是師尊的那個小紙盒養的蟾 像便當盒那麼小的 那商業買來清洗乾淨 就鋪在便當盒的下方 給那個餐寶寶吃 看著小禪吃商業 非常的有趣喔 哇 張英登 你好 已經說針對台中好難 空屋是全台灣的 聽說基隆台北也要建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煤炭發電的 火力發電的 現在怎麼樣就不知道了 不過呢 至少說最近看到的空氣好像都是綠色的 頂多是黃色的 這品質還可以啦 希望一直維持 王麗玉 你好 Amyon Boudino 你好 還有許藝謀 Elisande Sherry你做禪寶寶沒有錯 還有這個黃靖怡也問候徐雅琪師姐 徐瑜喬 陳佛經26遍 回向 謝謝你喔 然後呢 師尊呢 發現了一件 他在養蟬的過程發現了一件什麼有趣的事情呢 原來這個蟬不是放在這個便當盒 這個大小的盒子嗎 那那個蟬呢 正在吃商業 師尊就把手放在蟬的這個盒子的上方 本來在吃的時候就定住了 手拿開了那個蟬就繼續吃 那吃了手放到那個蟬的上方 那個蟬就不到了 然後呢 他覺得這樣蟬好像在入蟬店一樣 他覺得很驚訝啊 然後呢 他也把同學釀的蟬拿來做實驗 原來同學也是一盒一盒的釀蟬 他吃了手一伸上去 哇 他同學的蟬 蟬寶寶本來在吃東西 按按按按按在吃 突然不動了 吃著手拿開 同學的蟬又開始 又要吃東西 又可以動了 那大家都覺得非常的奇怪 師尊的手怎麼會這樣很稀奇 大家都覺得莫名其妙怎麼一回事呢 那師尊呢 他說他記取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什麼事情呢 他說呢 有一位喜馬拉雅山的修行人 他也是喔 這個人呢 修行功力非常的高 留著白色的鬍子 然後呢 長相非常的莊嚴 常常這個東有西當的 就是說都漂泊不定 居入定所 他住在岩洞 吃的是樹葉 喝的是山上礦泉的水 那行走在岩洞之間 那你住在山上 閉關修行 會不會遇到野獸 毒蛇 鹿熊 老虎那些猛獸呢 對不對 老虎熊抱大象等動物 那這個住在喜馬拉雅山的修行人 他那個遇到了什麼 老虎遇到他 他不動 老虎也不動 他走了 他起來 老虎就走了 老虎也轉身離去 他那個遇到了蛇 那個蛇遇到了他 他不動 蛇也就不動 他離開蛇 咻 他也就走了 那所以呢 這位修行人 竟然能夠把非常凶的老虎 變成非常溫馴的小貓 好妙 那有人看見這位修行人 他的岩洞啊 洞口 有兩隻老虎還在守護著他 師尊領悟到靈光隱隱 天下眾生平等 那這篇故事就是奇妙的手 所以呢 你讀到這個文章 你能夠聯想到什麼 一個修行的師尊 是一個 哇 這個有一個人 他貼了一個messenger 不過現在這裡是不方便 給你回信的 好 那所以呢 一個修行人 他能夠與這個世界的眾生 宇宙的眾生 那種心靈 互相的聯繫 他散發出來的那種直播 非常的溫和 也會影響世界上的 所有的這些眾生一樣 這個是非常高深的境界 但是呢 我們小小的盧師尊 他自己在小的時候 就有這方面的能力了 好 這個就是跟大家介紹 這兩篇的故事 你們喜歡嗎 儀寶的麗珠師姐妳好 甘豐麗妳好 媽一伯 許經 地藏經一遍迴向 江娘妳好 然後黃靖怡 許玉喬 川普經 二十六遍 好 那個時間又到了 哇 還有十分鐘 十分鐘 好久沒有介紹 師尊的詩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首 師尊的詩 童年 你們的這個大家的童年 這本黃金的句子 我們可以跟師尊一起 好像又回到時光隧道 童年 那選的這首詩呢 也叫童年喔 故鄉的小屋出現在也現前 師尊以前這個在這個這個牛愁西出生對不對 然後呢 也住過高雄 也住過台中 那他這個文章裡面想到寫到什麼 故鄉的小屋出現在現前 父母親的臉童年的青翹 爬門前的木麻黃樹 後院廢地養豬 我穿著 鋪著衣物 抬著搜水桶 就是那個給出豬吃的那些殘餘的食物喔 讓每一隻豬都滿足的咬式 好 種植番薯 桌池塘上的蜻蜓 童年稚氣的風華往事 從那裡經歷著開拓與嘗試 昨夜夢迴細細的想啊 竟然小小發現 我喜歡童年生涯的那一份專注 所以呢 師尊他從小在做任何事情 他是有很專注的這個事情 專注的意志力 專注的那種特質 所以呢 你不要看那個小小的專注 你在做任何事情 你能夠懂得專注 做好每一件小事就是做大事 為什麼做小事就是做大事 也就是因為專注 你在念咒也是專注 你念咒啊 我們這次這個PN2.5的回向 對不對 我看到很多人有的唸一萬遍 有人唸兩萬遍 然後很多都在唸咒的唸經 那每一件咒你是除了按技術器 這個動作在按 還是一邊按也一邊很專注 如果再加上專注的話 哇你的念力就不得了了 力量會更大 所以呢 師尊告訴我們 他在童年的時候 他做了哪些事情呢 他說呢 他想到自己以前住的小屋 故鄉的小屋出現在這個眼前 還有父母親的臉啊 童年的青巧爬 那個庭院前面的木 麻黃的樹 那後院的廢池 後面的廢地還有養豬 養豬那個很臭 你如果經過那個人家養豬的地方 那個味道很臭 但是師尊那時候呢 鄉下的孩子穿著的衣服 是那種很簡單的衣服 那他也會拿殘餘的食物對不對 排著收水桶 讓每一隻豬都很滿足的咬事 這是餵豬的意思 那種植番薯 哇他們還有種番薯 抓池塘上的蜻蜓 哇 童年稚氣的風華往事 從那裡經歷著開拓與嘗試 小孩子喜歡大自然 農村生活 大自然生活 還是充滿著非常的驚奇 昨夜夢迴 細細的想 竟然小小發現 我喜歡童年生涯的那一份專注 因為專注才會有記憶 才會一直保持到現在 專注呢 帶領一路的成長 一路的發現 一路的成功 一路的回向 一路的愛護我們 好這首詩再念一次給大家聽 童年 故鄉的小屋出現在線前 父母親的臉 童年的輕巧 爬門前的木麻黃樹 後院廢地釀豬 我穿著 我穿著 蒲著的衣物 抬著收水桶 讓美一直都能夠滿足的藥士 種植番薯 抓池塘上的蜻蜓 童年稚氣的風華往事 從那裡經歷著開拓與嘗試 昨夜夢迴 細細的想 竟然小小發現 我喜歡童年生涯的那一份專注 大家有在童年年輕的時候 過過農村的生活嗎 我小時候 我家曾經有一陣子住過社子島 甚至社子島裡面的一個鄉下的地方 叫做富里 我媽媽有養小雞 然後我們有這個 小時候 我有跟著追著我們家的小雞 看小雞在做什麼事情 小雞 武器他會抓蟲 抓蟲 他就會抓抓抓 用他的爪子抓地上 抓抓抓 然後就開始抖抖抖 然後旁邊的小雞 會有學母雞的動作 然後你有沒有看過這個蘆筍 蘆筍他長大的時候是長什麼樣子 我們的農村 從地上冒出了一根一根的蘆筍 我採過蘆筍 這個蘆筍如果沒有採了之後 他就越長越大 他會發芽 會有點像滿天星一樣 綠綠大大的那種 葉子是非常細的 走過農田 有看過農夫他在撒那個米田貢 撒水肥 在田地上這個有水肥的味道 可是那時候也不覺得臭 甚至農夫撒上了水肥 地上還有那個蛆在爬 可是那時候呢 我們都覺得很好玩 還有這個在放學的時候呢 在家裡面找不到老媽 就去這個我們家後院的菜園 被看到老媽跟一些鄰居在撿菜 原來那個農夫 那個菜呢賣了之後 剩下的田地的這個菜 讓我們去撿 我們也撿了很多的菜 小時候的農村生活 我們是度過的 哇 也是很感謝我父母 一路帶我們成長 給我們一個最圓滿的家庭 那你們呢 相信你們大家也是 一樣的幸福美滿 對不對 看看還有誰呢 東美 你妹親說 你父母以前也是養豬的 養鴨養雞 雞鴨到處滿樹 滿樹林走 上師朗讀這詩 令你小時候 想起小時候 外婆父母養育的情景 哇 很棒喔 以及說 還是小時候比較好玩 是說小時候 感覺什麼都好玩 只是沒有像我們一樣 擁有電玩跟手機 那種虛擬世界 玩完了 會覺得很空虛 可是呢 小時候如果 你跟大自然 生活在一起 你會覺得 每天都很美好 而且充滿著新奇 小動物會懂事的 你家有兩隻貓 當你年輕的時候 牠會接近你 陪你喔 甘鳳麗 你喜歡吃番薯 有益香甜 CK Ong 是上師心咒 短咒一萬遍 便回向 立足 三樓 你好 中均獎 祈禱師尊師母 請佛注釋 生師母 還有吉祥身體健康 那個 Jennifer Wei 也是回向PM2.5的 迎真佛 回向神師母的 釋迦刑法一堂 那個一堂 念佛說護身經一卷 還有誰呢 雲池 VB Jha 君 Jong Kim Jong Edistan 你這裡下很大的雨 你是不是 住在台灣南部的喔 他有發布大雨特報 然後呢 還有誰 杜欣和 剛看到你的名字了 Majenima 上師我是空間在堂前 念持咒 不過不能念到萬變 但是還是堅持慢慢進修 其實你們念經咒 盡量專心念 還是很重要 Edistan 小時候也是農村長大 很懷念 劉春梅 Grace Lee 農村生活很樸素 很踏實 L-E-K L-E-K 念咒都在關注 小時候都過農村的生活 很棒 燕地 印尼的燕地 你好 阿爸乾巴 E-L-E-K 感恩 自從參加讀書會 經驗念多了 對喔 大家一起成長對不對 東梅 你BNG 真的充滿大自然的生活 哇 時間要過得很快了 然後現在是不是十一點了 十一點了 我們接著跟著我們偉大的師尊一起 來唱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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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謝大家參加的讀書會 兩篇文章介紹師尊讀書 對不對 從小小學初中高中都在高雄大學時候 在台中念測量學校 最喜歡的志向就是老師 然後他在給自己的勉勵 當老師一定要脫離這個欲望 不要跟著這個欲望走 能夠做好示範 然後關於他這個文章奇妙的時候 小時候他就有很特別的能力 然後在詩裡面 他回憶起小時候的情境 他最懷念的是小時候 到現在能夠保持著一份的專注 那也是給我們的一個學習 因此你是第一天上課 剛剛有同門貼了心得 還有功課 我們同樣的祝福大家 謝謝師尊給我們的成長 給我們的教導 寫了這麼多好的文章 給師尊救命 愛吃了 養皮 乖哩 乖哩 每天晚上同一時間 連生活過文集廣告 天氣熱了不要中暑喔 多喝水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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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